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看老爹四肢都已经开始消失 尼基意识到得加快进度 当他回到人间发现自己的宝瓶不见了 还好一个女孩安娜帮助他找回了瓶子 善良的女孩深深吸引了尼基 但哥哥却施展法术 让尼基在女孩面前说各种粗鄙之语 女孩一气之下离开了 苦闷的尼基找狗像导求助 却偶然间在电视上看到一个跟大哥行为脾气 类似的篮球教练 于是他混进了现场对哥哥说 这是父亲让带来了好久 结果一打开盖子 尼基的大哥就被吸了进去 但二哥附在警察身上 对尼基下了全国通缉令 因此他走到哪里都有一大多人赶着来抓他 尼基只好将身体分化成无数的人头小蜘蛛 吓走了他们 在狗像导和好友的帮助下 尼基挽回了安娜的心 当他再次来到地狱 发现老爹连耳朵也没了 什么也听不到 于是又被送回了人间 尼基选择速战速决和二哥正面高 二哥却挟持了安娜 尼基只好拉着哥哥站在铁轨上 可当他再次醒来 发现自己到了天堂 一群天使还在欢迎他 原来尼基的妈妈竟然是天使 而回到地狱的二哥 看到老爹只剩下一张嘴 就迅速成了新的地狱之主 随后妈妈接到了尼基老爹的电话 原来二哥不止征服了地狱 他还想带领着恶魔们杀到人间 尼基带着妈妈给的水晶球回到人间 变出了美味炸鸡和娃娃 一下就策反了二哥的小弟 接着他回到了地狱 用水晶球收复了二哥 老爹撒旦也恢复正常 尼基里来的人间和安娜 组成了家庭 他们的小孩一出生就会喷火 好了今天的电影就介绍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